花蓮县议会第十九届第十次临时会提案 视察花蓮县公立动物收容所施工进度 9号上午17位议员来到了凤林镇的基地进行视察 也听取了建筑师的设计说明 花蓮县公立动物收容所施工进度 在县议会第十九届第十次临时会 有议员提出由于当地居民不了解 县补农业处在凤林镇所新设置的公立动物收容所施工情况 花蓮县议会与县府农业处9号上午是来到凤林镇 荣昌段进行动物收容所施工进度的视察 并且也听取了施工单位的说明 包括我们要把周遭的环境条件要告诉国家 就是我们要去询问大概有三十几个 对不起三十几个单位 包括军事啊这各方面或者农天水利会 因为外面有勾取嘛 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才能做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勾取的 那我们那时候很担心这个是灌溉勾取的话 就会那时候 那后来我们问了其实他只是一般的勾取 之前我们又先把所有的污物啊 把它做一个截流潮 把它把它截流收集之后 收集之后呢我们会请这个外面的这个污物处理车 来把这个污物把它拿走 我拿走就不会排到外面去 由于这项计划是在108年发包新建 主要是以绿建筑概念来设计 并且以收容教育为使用的目的 在整个这个收容中心跟农委会的合作之下 它会将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示范基地 这个示范基地呢 它重视三个原则 一个是绿建筑 低污染 重生态 那我们期待在这个环境里面 能够让流浪猫狗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环境 也透过这个环境来跟所有花联县民 甚至全国的民众 去理解流浪猫狗怎么去爱护我们的动物 那也透过这个流浪猫狗的这个示范园区 能够让我们不再野放这些 或者是让流浪猫狗没有家 那让更多的人来参与这个环境 来赞养我们的流浪猫狗 为了让这个园区比较是重环保 所以我们在这个园区里面 并不会设置焚化的这个设备 那未来在流浪猫狗的那个 尸体的处理方式 会先以冷冻保存尸体的部分 再为给合法的业者 那透过他们就是必须审核它是低污染空污这个部分 那来为给业者来做尸体上的一个处理 提出这项专案的县议员蔡一静 是希望县府农业处能够跟当地居民做好沟通 并且说明使用的目的以及环保的处理方式 这次的临时会的时候呢 就特别的提出说一定要到现场来看 毕竟呢这是我们非常多花莲民众 特别凤林这边的族人也好 居民呢都非常关心的一个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这个收容中心已经盖了 之前的得到的讯息是大概盖了七成左右 已经完成了 所以我们想要到现场看 那此外呢也是觉得为什么在这么大的工程的时候 并没有召开所谓的地方说明 或者是前面做地方沟通 那目前农业处的回应是说 他们前面是有做了一些的说明 但我们现在来到现场之后呢 我们希望他们把更详尽的资料呢 提供给我们议会 以及呢一定要在地方召开所谓的公厅会 然后让民众呢可以表达自己的建议 华年县政府向中央争取金贝 赤资1亿3680万元 在凤林镇融昌段 设置华年县狗猫药动园区 占地0.8公顷 可以容纳350只犬猫 108年1月开始动工 预计今年11月完工 目前施工进度已经达8成了 农业处长也表示 动物收容中心目前是没有文化炉的设置 动物的收容死亡也会以为冰存后北运 交由专业合法的环保公司做文化处理 记者林杰凤林镇采访报道